他就發現我在看他 我就發現他的那個害羞指數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然後我就覺得 靠北學屁啊 學屁啊 你怎麼把我的這個眼神勾魂術學走了 歡迎回到我們的霸媒向導系列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叫做 如何攻略害羞女孩 其實原本我在取名的時候 我是取說什麼 如何跟怕生害羞的女孩約會 但是後來阿翰就突然一個靈畸一動 做什麼改成如何攻略害羞女孩 我是覺得也沒有錯啦 大家喜歡聳動的標題 聳動 阿翰真是越來越會取標題了 大家不知道發現 就是這陣子白馬都沒有出現 很遺憾的告訴大家 白馬最近工作很忙 大家以為說 大家以為要分家了 終於分家了 我一直在猜這樣 大家說不定都有開賭盤 因為白馬最近工作很忙 最近又跑去金門 然後就想說靠腰金門不是阿翰常去嗎 不是阿翰特犬嗎金門 對啊 你們又可以一起坐飛機去金門 幹別別別 傻小 好啦那我們就回到主題 那為什麼今天會想要錄這個 如何跟怕生害羞的女孩約會呢 這當然是有一些契機啦 至於這個契機 就看後面阿翰要不要跟大家揭曉啊 我這邊我就不破梗啦 好啦 那簡單來說 我想問一下吧 就是各位聽眾不知道有沒有遇過那種 就是害羞的妹子 話少的女孩子 我相信各位在這個成長階段 可能求學階段或多或少都會遇過 那肯定都會遇過啦 嘿嘿嘿嘿 但是你就不一定有跟這種妹子 出去約會的經驗了 怎麼說呢 因為像這種比較害羞 比較怕生的妹子啊 他們通常 因為他們這樣子的關係 你就會變成說 你比較難去判斷 他們的熱度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這集 至少就是要教會各位聽眾判斷啦 這個梅亞 這位害羞女孩 她到底呢 是真的害羞 還是她只是對你沒興趣而已 你要怎麼去抓害羞女孩的熱度 這集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開始之前就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分享給你身邊所有的朋友 追蹤我們的IG以及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還有最重要的 歡迎透過FIRSTORY 逗內 給我們陪我們 熬夜錄音 那就開始囉 好啦 那我覺得要講這種害羞女孩 最簡單的我們還是先從例子開始吧 所以我跟阿翰會各舉一個 我們跟這種比較害羞怕生的女孩 約會的經驗 讓各位聽眾去參雄幾雷 參考一下 然後後面再做一個結論 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後面再做個干貨的統整 不要因為這樣跳到最後面喔 揍你喔 氣死人 好啦 那我想先講的例子是這個 大概在幾年之前 就我在玩交友軟體的時候 那時候我認識一個稍微遠在台南的妹子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都在高雄居多嘛 應該也是暑假回來的時候啦 然後反正就配對到一個台南的妹子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配對到台南的妹子的耶 明明我通常交友軟體就設的那種什麼 10公里內 可以騎車可以到的 所以要嘛就是我去台南的時候配到的 要嘛就是他下來高雄的時候配到的 好啦不重要 反正就是配對到一個台南的妹啊 然後呢 我就在交友軟體上跟他聊天 呃就是其實就看得出來就是還蠻熱的 因為那時候我不算有特別的去 太特別的去跟這個妹仔聊啦 但是就是從她回應我 就發現欸這個妹子蠻熱的耶 所以就覺得喔蠻有趣的 所以就跟她聊的比較多 然後聊很多啊什麼 啊台南啊什麼好吃的啊 欸那你現在幾歲怎麼會在台南啊 之類的這種話 啊好反正就聊一聊之後 後來就決定說啊不然就是我們可以出來一下 欸那我們就是要決定了嘛 那是你要來高雄呢還是我要去台南呢 我想說啊不然我去台南好了 台南那麼多好吃的美食對不對 欸那時候我還沒有車 就以前去台南我都是坐火車去台南居多 然後到台南在走路之類的 或者是租車啦 後來有那時候後面去台南的經驗就是會坐火車到台南租車 啊現在就更方便現在就直接開車去台南 反正那時候呢就是因為騎車到台南我會覺得偏遠了一點 所以我後來就跟那個美亞說好啊不然 你有機車嗎 他說有 我說不然我坐火車去台南 你騎車來載我 讓我去吃東西 他就說好 然後想說很開心嘛 這美亞在台南啊 他應該也會知道很多的好吃的對不對 台南那麼多好吃的加大去吃 這就是最方便啦 我不用想約會行程超廢 我想說這妹子在網路上熱度對我就這麼高 就是我也不用太禮品嘛對不對 唉事情不是說什麼想的那麼簡單啦 沒錯 我覺得那時候 沒錯我那時候就坐火車 咻就到台南去 然後他跟我說晚一點到之類的 然後我就在附近閒晃了一下 公園閒晃了一下 那時候大概是下午兩點三點左右吧 反正就是我記得有點小熱的天氣 OK 後來這個妹子就騎車來找我 然後我就看到遠遠的一個美亞騎車過來 我知道那一定是他 怎麼知道的呢 就是一個第六感啦 幹講廢話 總之就跟他打招呼 然後之後就上他的車 我說好你要帶我去吃什麼 他說我也不知道欸 我說靠腰 你不是台南人你不知道 他說其實我不是台南人 我是來台南讀書的 GAD瘋掉 所以就變成說 我以為他有規劃 那他以為我有想好 然後我們就完全不知道吃啥笑 好我想沒差 反正台南看多好吃的 我們就去附近的這個市區晃晃 然後就看到一間淡紙麵 我想要不然我們去吃那個 幹白癡喔 天氣都熱飽就吃淡紙麵 就我 然後淡紙麵又很貴 好像七十塊八十塊 幹 然後吃不飽 超盤的盤爆 盤爆 但確實是不難吃啦 但我還是覺得有點太多了 我覺得在台南太盤了 對對對 然後反正吃完之後 啊因為有點熱 我想說要不然去喝飲料 然後我們就繼續他載著我 然後就附近晃晃晃 那就晃到台南好像蠻有名的一條街 我不太記得他是叫什麼國花街還是什麼的 有可能是那一條啦 然後反正就是那邊就有很多什麼小捲米粉啊 飲料攤啊啥小的 然後就停車在那邊 然後 我在跟他吃淡紙麵的時候我才發現啊 他在網路上跟我聊天雖然很熱 但是他本人根本就他媽超害羞的 就是 怎麼說 話變得很少 然後就是有點尷尬 所以他在跟我見面之前就有跟我說什麼 他有點 他很容易尷尬或什麼 我說你不要擔心啊 就是我很會跟尷尬的人聊天 就我只要不尷尬就不尷尬 這一直都是我們的信念啊 你要把你的情緒傳染給對方嘛 如果他尷尬你就跟他尷尬那沒有用啊 所以你要去影響他 所以一開始我就知道他尷尬 但沒差我就是跟他坐下來 我在吃麵的時候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抱怨 幹這個麵好貴好怕什麼啥小的 然後就是 他一開始反應其實都淡淡的 就是 比較沒有什麼反應 一開始如果說我跟這妹子不熟的話 其實確實也不熟啦 但反正就是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妹子是不是不喜歡我或什麼的 可是一 因為我已經在網路上聊了一陣子了 說一陣子也不是像一兩個月那麼久啊 大概一兩個禮拜那種 有一段每一段的聊 但是就知道這妹子的熱度很高 為什麼 因為可能我打兩串訊息 他會有十串 類似這樣 你就可以知道這妹子就是熱度就很高啊 那出來 反正就是我在跟他吃麵的時候就 就注意到說 這個妹子是比較怕生害羞那一型的 OK 所以那你知道就好了嘛 後來我們就是在這個 就他一樣載我 然後停好車之後 然後 我們就在那個街上面 因為我很熱 想要賣飲料 他們就晃晃晃啊 閒聊啊 你來台南讀書啊 讀什麼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那我在讀什麼啊 後來我們就找了一間咖啡廳 因為真的夏天台南很熱熱翻了 我們就找了一間咖啡廳坐下來 然後我就 其實我不記得我點什麼 我大概就點了一杯很多冰的咖啡之類的 然後他隨便點了一杯飲料 然後我們就坐在台南的咖啡廳裡面 之後面對面開始聊天 然後我就說了嘛 他是一個害羞的妹子 所以一開始都是我主導的話題居多 就是 所以我覺得男人在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主導的話題啦 如果說見這妹子好聊就算了 那你知道這種就是害羞怕生的妹子 你當然一開始你要負起比較多的責任 去主導整個話題的走向 往你希望的方向前進 所以那很正常嘛 一開始就是閒話家常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為什麼你會在台南讀書啊 你在讀什麼啊 然後就漸漸的切到感情生活啊 那你之前有交過男朋友嗎 是喔 你交過男朋友 所以你最近分手喔 那怎麼會分手 他就開始理解他的感情世界之後 那他也會開始訪問我嘛 那這時候就是 就是多少你是要丟一點資訊回去嘛 這就是有來有回互相的嘛 那就是經過這種坐下來 面對面 然後喝著飲料聊天 然後對方原本是那種很害羞的妹子 你就感覺到這個氣氛有越來越熱絡 就是因為他一開始怕生嘛 害羞嘛 不熟嘛 所以他就會不知道怎麼去跟你互動 那你當你主導整個場子的熱度 是你自己在帶你在主導 你在主導話題 然後越來越讓他進到你的框架裡面 他就會也會漸漸發現 喔他也放鬆下來了 他知道該怎麼跟你相處了 那他也會去回應你的話 或開始反問你問題了 那你就知道了 就是整個就是漸入佳境 那你漸漸在這時候 我也是漸漸把話題往感情嘛 男女框的方向帶 然後時不時就是利用眼神電他一下 什麼叫用眼神電他呢 就是因為他就是比較話少 容易尷尬的女孩嘛 所以聊一聊其實很容易話 他還沒接話 或者是他還在想 或者是可能這個話題暫時結束了 這個中間就是會出現一點空白 那這個空白呢 很多男生就會覺得 喔怎麼辦話題空白了好尷尬喔 他們就會 這些男生就很容易去找一些 有的沒的話題去填補這個空白 但是我們這種學嬰兒的 我們這麼高價值的男人 我們就是不能被這種空白打敗 反正你要利用這個沉默 利用這個空白 因為你不尷尬 尷尬的是對方啊 那前面我都有主導成的場合了 他已經知道我不是一個尷尬的人了 因此我反而會 因為在這種空白的時候 我就也不講話 我就盯著他的眼睛 然後對他笑 然後可能或許稱讚一下說 他今天的眼妝畫得很好看啊 之類的啦 隨便 反正你也可以都不要講話 我就都不要講話 那個張力是最強的 你就不講話 你就靜靜的看著他 你也不一定要笑 就看著他 微微的笑就好了 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在看我好帥好害羞 沒錯 這就是 這就是今天的重點了 各位 筆記抄起來啊 好啦反正 我們在咖啡廳 大概坐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我覺得就是 話已經聊得差不多了 就欸那我們再去走走啊 那時候天色也暗了 大概五六點了 天色也暗了 然後我們就再出去那條街上晃晃 然後街的 街上的人潮 也不像下午那麼多 好像沒有好像差不多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熱 所以逛起來也舒服 然後那個肢體距離也就變得比較近 應該說近很多啦 就從原本可能就是兩個人會隔著一段空隙 然後到後來就是會有點 肩膀貼著肩膀那種 膜肩插腫的感覺 那整個曖昧的氣氛慢慢就帶起來了 那剩下就是 一點點稍微的肢體的這個Kino 去試探一下反應這樣子 不過那天其實我沒有做很多啦 因為畢竟一來對方也怕症 二來畢竟是在台南 我平常在高雄那實在太遠了 就是不太想一次推太多啦 所以就是慢慢推慢慢推 然後其實後來熱度就有起來 那最後就再請他騎車送我回去火車站 然後再搭火車回高雄 那天約會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以一個對一個害羞的妹子來說 第一次的約會這樣子算是還不錯的 那以前大家可能也聽我說過 我第一次約會會傾向就是 約個可能30分鐘到一個小時 互相稍微面試一下就好了 但像這種 畢竟人家在外縣市嘛 你就如果只約半小時 這樣我還特別來回就很靠 所以那天就是大概 對我那天大概約了四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左右 就是比較長 然後也但是就是花比較多的時間 慢慢去培養感情 慢慢面試 其實那天回去 你就知道有中了嘛 怎麼說 原本在教人體上就很熱 然後出去前兩三個小時 我又是個正常人 然後又是 就是慢慢卸下他的心房嘛 然後卸下心房 聽起來好像要幹壞事一樣 我沒有要幹壞事啦 反正就是慢慢的讓他熟悉你這個人 然後慢慢的用眼神去點他 其實我覺得大概就這樣子啦 所以後來回去之後熱度就很高啊 那個原本訊息就已經回不完了 然後後來 趕著訊息轟炸 那至於後續 後續有沒有什麼故事呢 這個就我們就留到下次再說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交給阿翰 交給阿翰 來聊聊你跟害羞的妹子約會的故事 我這個經驗在不久之前 對不久之前 然後反正就是 也是在交友軟體上面認識的一個女生 對 那但是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其實我認識她 大概是在 年初的時候 對 年初的時候就跟她在 就是交友軟體上面有聊天 然後那時候聊 其實我就覺得說 欸還蠻正常啦 就這樣聊聊 一來一往一來一往 通常我聊到一個段落 就會跟她換個IG嘛 這樣 然後反正就是 IG換了以後 然後看得到彼此的生活 那那個聊天就有在更熱弱一點 對 那 後來有 中間有一段時間就是 突然斷掉了 對突然斷掉了 然後 然後我也發現 不現場啦 對對對 然後我也發現 然後我也發現她 然後我也發現她 就是她好像 就是 把我的追蹤退掉 其實我已經不以為意了 因為 像我們這個 就是 怎麼講 把妹這條路上 其實太多類似的事情發生 啊其實 後來都覺得沒什麼 反正就是 我們有認識妹子的能力啦 所以可能一點 妹子來來去去啦 對啊對啊 就覺得說 還好 所以後來她把我推這種 我也沒有去 就是沒有去追問她 她就想說就算了 但是那時候 她退我IG以後 我們的Line還是 就是 她沒有把我封鎖還是怎樣 那前陣子會出去的契機就是說 她跟我一樣都有在聽團 跟我們一樣都有在聽團 對 然後有一次我去 我去聽一個 我很喜歡的團 叫做 西洋舞士 然後那時候我就買周邊 我就買得很開心 然後買一買以後 我就突然想到說 欸 這個妹子她也喜歡 然後我就 只是想說 我就問一下好了 就是問一下 哇 啊 暖男 對對對 暖男 我就問一下說 看她今天有沒有來 因為很有可能嘛 對 然後我就問她 然後她就說 然後她就說 她最近在準備考試 然後很想去 但是就是 因為準備考試 她就忍痛放棄這樣啊 然後就發現 幹我只問她說 她有沒有來 然後她又開始抱回 我想說 幹 那個熱度又回來了 那身為一個 熱度感受非常靈敏的人 你這時候就要抓緊機會 她後來就聊一聊 然後她就剛好問我說 欸有什麼周邊啊 樂團的周邊 然後我就說 欸沒關係 我等一下出去拍給你看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她就說 她想要一個那個 就是 他們樂團的那個 新出的打火機 很有個性這樣 然後她就說 她要那個打火機這樣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好 我就幫你 幫你收 啊我說 就是我們之後再約啊 我再給你這個打火機 然後她就也說 喔好啊 那我就說 到時候就看 說 就是 就是 因為那個妹子 啊那個妹子剛好也在 也是 也是台南 住在台南的 我就說 啊要嘛 我就去台南的時候 然後找你的時候 在順便給你 還是說 你有來高雄玩再說 這樣 啊其實 後來 後來就是 我也有其他的妹子啊 所以 就是 顧著跟其他妹子 約會還是怎樣 所以跟他就一直沒有說 明確的敲定 他只到前一陣子 就是 前一陣子的時候 他突然就是說什麼 說什麼 欸他 幾月幾號啊 會 可能會就是 安排要下來 高雄這樣 我就說 喔 是喔 好啊 我就想說 妹子都自動來 自動來約了嘛 反正後來 自己這樣講 對啊 對啊 他自己這樣提供時間 我也是覺得很傻眼 反正我們就後來 然後我敲一敲 時間敲頂了 然後就出去 當天就出去 然後 我就去車站 車站載他 然後我就載到他 然後我就跟他講嗨 然後他就是 也是 也是一個 我馬上就知道 馬上就判斷他是 害羞類型 因為他就是這樣 慢慢的走過來 然後就 嗨 然後就勉強的用出微笑 講嗨 欸 所以你跟我相反欸 我是去台南 讓妹仔載 你是妹仔來高雄 讓你載 對啊 其實我覺得各有利弊啦 各有利弊 對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可能我比較習慣當小白臉 哈哈 然後 反正我就 哦 就給他 給他帽子 他就上來了 他就 講話也很小聲 真的是 不知道他害羞什麼 他就 好了 然後我就 哦 好了 好 然後我就說 啊你想要 就是 啊你吃了嗎 他說 還沒 然後我就說 哦還沒哦 啊那我們就一起去吃啊 他說 哦好 我就說 啊你想要吃什麼嗎 他說 哦不知道啊 你 你帶我去吃什麼都 就都可以啊 然後我想說 哦好啊好啊 然後我就想說 幹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那個時間又很尷尬 因為啊 我跟他約的時間 蠻尷尬的 兩 兩點 他說其實 早 早午餐也都關了 我想說 幹可以吃什麼啊 然後我就拿出我 萬年不變老梗 就是 這個時間就是 吃丹丹就對了 幹老梗到爆 對 老梗到爆 他說 那他就吃丹丹囉 他說 哦 也可以啊 我想說 哦 那就 就去吃啊 我不想再想 然後 就去就跑去吃丹丹 然後反正就 餐點一點以後 哇 坐下來 他那個 他就是害羞肉包 他 他也不會講話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啊沒關係啊 反正我的心態就是 反正你尬啊 但我不尬 慢慢 就是像剛才阿亮講 慢慢 就可以去絢爛那個 不要讓那個 雙尾變得越來越尬 反正我就不尬 就像你家一樣嘛 反正你很自在啊 對啊對啊 然後 我們就吃東西 然後我就問他 一句說 哦 啊你昨天幾點睡啊 怎樣 你看起來很累 他就 哦 我昨天11點睡 然後就會斷掉 然後 哈哈哈哈 就斷掉了 對 然後我就說 哦 啊 說 啊你那個 考試 考得怎麼樣啊 然後 他就說 哦 昨天才剛考完 然後就沒了 然後 哈哈哈哈 哦 幹 我心裡就這樣說 幹 哇 這個 這個有得挑戰 你幹 你這個 真的是 真的是 最近發生的 你才有辦法 就是這麼 這麼 這麼具細 迷移嗎 對 像我那個 我都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我只能講一些 大概而已 然後反正 我就是覺得說 哇 尷尬 但是 我就想說 也不要一直噴問題 因為一直噴問題 感覺也是很煩 而且我們在吃 吃飯 所以我就大概噴一下 然後我就 繼續專心的吃 吃吃吃 然後因為 你也知道 高雄就很熱啊 然後我們就 我就叫了一個什麼 單單五號餐 有玉米濃湯 然後就叫了一個什麼 單單的一號餐啊 然後又有什麼 麵線羹啊 他就在那邊開玩笑 我說 欸 啊這麼熱 啊還要喝這麼熱的東西 他說 呵呵 對啊 我想說 至少就是 他都還是會就是 笑啊 還是什麼 不是說 臉死的 所以我就覺得 喔都還OK啊 OKOK 小事啊 只是有點害羞而已 對 他 因為我就覺得說 這種女生只是害羞 他絕對 不是說不喜歡我 因為我覺得 如果不喜歡我的話 他不會從台南 還坐我車下來 來高雄 然後跟我約會 所以我這個預判 就是這樣 對啊 嗯哼 然後反正 我就是慢慢的 想到 欸 想到什麼 然後再問一下 我就說 欸 其實今天高雄的天氣 算蠻涼的 他說 是嗎 是這樣嗎 然後 我就說 對啊 你看那邊 還有人 穿外套什麼的 你看啊 他感覺就是 高雄熱 然後今天有點涼了 高雄人 只要稍微有點涼 就會穿外套什麼的 是這樣嗎 他就在那邊笑 他就說 他就說 是這樣嗎 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我就 就是怎麼講 自我娛樂啦 對啊 就自己講到自己在那邊笑 對 然後 就看可不可以渲染他 但是 我發現 我們單單吃完 他也是很害羞 就是都一語不發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吃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說 欸很熱齁 阿不然我們等一下去吃冰好不好 然後 他一講到吃冰 他臉明顯就有變了 眼睛就亮了 對對 他說 他吃冰喔 好啊 我們去吃冰 然後我就說 喔你看 你講到吃冰 你整個人都感覺開心起來 他就說 喔 因為很熱 然後 我就知道了 吃冰的行程 讚 我就載他 去我最喜歡的那間餅點吃 然後 載到他 我就跟他介紹 說 這邊怎麼點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 他這邊有哪一個口味好吃 我說 都好吃 重點是 就是你看你喜歡吃甜 還是喜歡吃酸 對 然後我就跟他介紹說 他這個 這個口味是甚麼加甚麼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 那個老闆娘不知道是 第幾次看你帶女生去 欸 你又來啦 今天帶第十個不同的女生來囉 不會 他不會戳破我 他都對我微笑 然後我也對他微笑 這就是店家的默契啊 跟你講 沒錯沒錯 你要做生意 你就不要去亂錯破人家 對 錯過人家以後就不來了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然後反正好 我們就 買了啊 然後 銀麒麟這樣 然後在那邊吃 然後吃吃吃 然後我就說 欸很好吃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喔真的很好吃欸 然後 我就發現 這邊開始已經 我們的那個互動 有開始在搭上線 然後 有熱門 對對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跟他講說 你之前來高 就是來高雄 就是什麼 你有吃過類似的冰嗎 他就說 我來高雄有吃啊 但是就是 蠻貴的 我說很便宜喔 很便宜 他就 我就直接 我也是直接 我都會直接講 我說啊幹 我跟你講啊 我約每個女生來這邊 每個都中 然後他就在那邊笑 他說你到底約幾 到底有約多少 我說還好啦還好啦 以前的事啊 以前的事 流氓 對 然後反正我們就吃完冰 然後我發現吃完冰以後 哇 他那個 心情的檔次就往上一層 然後開始就會問我一些問題啊 就會說 欸這個 這邊是不是什麼地方啊 怎樣怎樣 我說對啊對啊 這邊就是巨蛋啊 怎樣怎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啊你接下來 你說你想要耍 因為我們 在出來之前 我就問他說 他有沒有想去哪裡 他就說他想要 就是 他不想走路 然後我說 那就耍廢行程 然後他就說 喔可以啊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接下來 怎樣 還是一樣 依舊耍廢行程 他說 對啊 而且看起來 快下雨了 我說好啊 不然我就帶你去一間 就是 我很喜歡的 咖啡廳 但是我 我也很久沒去了 然後我就載他去 這樣 然後 一開始我就找不到路 就是 我忘記帶哪一條巷子 他就說 蛤 我本來以為你很厲害 正 正想說你很厲害 怎麼路都知道 就你現在找不到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我還會開始會 開始會嘴炮了 對 開始會嘴炮了 我就覺得 欸不錯不錯 好反應好反應 然後 我就跟他講說 沒有啦 幹我多久沒來了 怎樣 反正後來就找到 然後因為那間 愛的店我知道 就是我們這種 獨立樂團的聽團宅 一定都會愛 因為裡面就是貼滿 貼滿整個氣氛就是 獨立樂團的那個氣氛 然後放的歌也都是獨立樂團 所以他馬上就是 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在那邊東拍拍戲拍拍啊 阿我們就一樣 就是點東西來喝 然後 我想說都有搭上線了 所以我就開始 就是也繼續聊啊 然後就聊說什麼 欸 阿你之前 是不是都沒有來過 像 就是這麼符合 我們這種 聽團宅的地方 他說對欸 這邊好棒喔 我就說超秋對不對 然後反正就 也是閒聊啦 然後中間也是 就是有在 聊說什麼 呃 阿之前 剛好聊到說什麼 阿之前 呃 怎麼 怎麼 就是那個什麼 都 比較沒什麼回應 你知道嗎 然後就說 阿我前陣子 心情比較不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 覺得說 然後他就很不好意思講出來 我說阿 所以就全部都退掉 他說 喔 對 他說沒差啦 沒事啦 有時候就是 人移謀起來 然後就是 我還幫他 找一個就是台階 你知道嗎 給他台階下 哎呀 對 不要讓任何事情 跟我不一樣啦 尷尬 我都是在那邊 不要拆別人台階 對我就給他一個台階下 他說對 就是心情不好陰謀 然後怎樣怎樣 他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給各位聽眾一個 就是 教育 教育嘛 就是一個教訓 像以前我啊 阿亮我就是很會亂拆女生台階 然後就把機會搞爆的那種 然後阿翰這個就是 體諒妹子 給他台階下 然後你看 這個妹子原本以為沒了 又回來了 要跟阿翰學習 不要跟我們學習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害羞 然後他講不出來 你就幫他講 但是幫他講出來以後 你就再給他一個台階下 他就不會覺得說 你幹嘛要提這件事 阿你就給他一個台階下 好下嘛 對不對 然後 講一講以後 他就說 他就說什麼 然後我其實退很多人 阿這樣 我說阿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 有時候Emo也會這樣 阿我就分享說 我前陣子也是 工作到有點疲乏 然後就 很多就是什麼教育軟體 也都不想虧了 這樣 對啊 然後我說 阿你後來還有玩教育軟體嗎 這樣 他說阿我沒有在玩 就準備考試這樣 我說阿是喔 所以今天是你就是 考完然後 第一天出來放風這樣 他就說 喔對阿 我說 那 對啦 放風就要試乘這種行程 阿就是 這樣耍廢 這樣 然後他就說 阿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很廢阿 你今天一整天假日都廢掉 他說 不會阿 我就是一個可以 出去玩 然後或是 廢阿 我兩邊都可以的 阿只是說 我 我就跟他講說 阿我就是 放 只要放假 都會想出門的那種人 就是待在家裡 我待不住 他說 是喔 他說 阿像我都是待在家裡 這樣 反正我們在咖啡廳的聊天 就開始 喔有來有回來 我就覺得 還不錯 然後中間就是 他在想事情的時候 然後 幹 就是 我也是 就是這樣看著他 然後你就聊天嘛 你就看著他 然後他就一直 他就發現我在看他 然後他就 我就發現他的那個 害羞指數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越來高 然後我就覺得說 靠北學屁啊 學屁啊 你怎麼把我的這個 眼神勾魂術學走了 只要夠風流的男生都會眼神勾魂術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大概那個筆記 筆記 大家聽完這集 他只會記得眼神勾魂術 沒錯沒錯 因為大家都喜歡招 畫五個圈 對啊 大家都喜歡招 沒事啦 你就招啦 反正我就這樣看著他 因為他就是一個 很害羞的女生 他就越來越看 然後後來就笑出來 他就說幹嘛 我說喔沒有啊 我就在聽你 我就在等你講 他說喔 沒有啦 就是 怎樣怎樣怎樣 反正我也忘記我們在聊什麼 然後就接下去講 這樣 然後反正 很中間都有幾次 因為他就是害羞 然後他就在那邊想他的答案 我就會看著他 他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又在那邊害羞 又在那邊喝飲料 他說 他就笑出來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氛圍 完蛋了 超超棒 聽完我覺得這個妹子 就是要臣服於阿翰的淫威之下了 也沒有啦 然後後來做一做以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有點 情緒有點熱開 他就說 那要不要去走一走 我說走啊 走一走也沒問題啊 然後我就快點接個帳啊 這樣子 然後就去了 然後當然中間 咖啡廳不忘啦 就是要給他的那個打火機 然後我就說 欸對對對 這個打火機 喔這個若沒拿到 我就不知道你死刑要來幹嘛 他說啊沒那麼誇張 就是來見你的 對啊 他說啊沒那麼誇張 你沒有給他 下次就有理由再來找你啦 呵呵呵 呵呵呵呵 然後我就給他 然後他就在 他就很害羞啊 他就在那邊拿錢包 然後準備要夠錢 我說 喔沒關係啊 就送你啊 對啊 我就說就送你啊 流氓 我說那個啊 那個也是便宜便宜的吧 而且這個 真的超愛的 他說對呀 這個好棒喔 我說對呀 你看你那麼喜歡 好啦送你啦 沒關係啊 他就說 暈了暈了 太暖了吧 謝謝 然後我說沒事沒事 然後反正就後來說 要去走一走嘛 然後 剛好就是最近 就是高雄的那個 博物那邊啊 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就想說 阿不然就去那邊走一走 對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走 他就剛好架子 人很多這樣 然後我也是就是帶他看啊 說啊這邊就是哪裡 然後就介紹高雄給他 反正我就愛高雄 他就介紹 然後 時時時刻就是 走路也是一樣啊 就是那個距離 就拉得很近 他就肩碰肩的 肩碰肩的這樣 對 然後他也是都會 在那邊很專心的看一些東西 然後我說啊你喜歡喔 然後他就說 對啊 然後我說啊你不要拍個照 他說啊好啊 然後就在那邊拍 反正就這樣 很開心 然後走一走走一走 啊因為 他 來的時候就有跟我講說 他晚上還有另有規劃 就想說 那我就大概知道他的什麼基點要離開 他說我就 喔 規劃一個 他要是 他要是晚上沒有規劃 就要被你帶回去處理了啦 幹 啊 這不知道啊 這看照話啊 看緣分 嗯 呵 然後我就想說啊 就抓一個時間 然後大概 因為高雄我很熟啊 我就知道說大概走 走啊走到哪裡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就走到那邊 再搭輕軌回來啊 我們就可以騎車 我就可以載你去 跟你朋友會合這樣 他就說 喔 好欸 go ID了 然後這樣 然後反正 欸 我們走一走就是肩碰肩啊 然後聊天這樣 然後互開玩笑 反正氛圍就變得很好 啊後來就是坐輕軌回來這樣 但是也就是肩碰肩而已啦 然後有時候可能有車啊 我就稍微拉他一下這樣 小型小愛啦 這樣 對啦 小型小愛啦 沒錯 我最喜歡小型小愛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就騎車 就載他去他 要跟他朋友會合那邊 然後就下車 他下車就站在旁邊 然後就一直看著 我說欸 你不要站在這邊 來進來進來 那邊有車 然後他就走過來 他就說 嗯 哦 他就害羞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道別 然後我說 哦 我說你不是要去找你朋友 他說今天謝謝 我說 哦 客氣什麼 我說跟妹子出來約會 就大家都開心啊 他說哈哈 嗯 那就好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回家 我說對啊對啊 我說 啊沒關係 你就走進去啊 我等一下 看你走進去 我再騎走啊 他說哦 好 哇 好暖好暖 對 暖爆 就是暖男城市的代表 幹 笑子 然後他就說 哦好 拜拜 我說啊你等一下 晚一點回家 小心哈 然後我說啊你要注意 那個呢 回去 回去台南的車子呢 因為都蠻早的呢 他說哦好 我等一下會看 然後我就 我就結束了 回不去 回不去就要睡你家了呢 啊 不要啦 不好啦 才第一次而已 第一次見面而已 不要啦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是 就是那種第一次約會 就是大概 這樣就OK啦 小心小愛 這樣 他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而且 我初盤 他就是一個 害羞的女生 那懶恞的女生 你就是 步調要放慢 對 步調真的是一樣放慢 不要嚇壞他 阿 剛好點到為止就好 小心小愛 對 然後後來回來 他就 ble 他就在那邊 講說說 今天去的店都很不錯 然後他說他今天也蠻開心的 那我就覺得 你跟一個害羞的女生約會 你只要等到他這樣的恢復 就非常足夠 夫婦何求 剩下的第二次再來講 不要 有些人就是覺得 第一次出去就要把老二塞進去 沒有這個必要 真的 不說真的 我想到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我以前剛開始在跟女孩子接觸 跟女孩子約會的時候 我就超怕遇到這種 就是很安靜 很害羞 很怕生的女生 因為以前我也是一個很害羞 很怕生 雖然大家現在聽可能都不相信 我跟妹子講 妹子也都不相信啊 但以前我就真的是 跟妹子出去我就很緊張 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如果妹子是這種尷尬型的 出去都很緊張好不好 對 以前我緊張 妹子也緊張 大家都不講話 以前在那邊尷尬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聽眾就是這種 好啦好啦 我覺得那我們要進入一下這個比較結論的部分 就是我們回歸到我們標題說如何攻略害羞女孩吧 那我覺得我統整出來幾個點 我覺得第一個大前提 大前提是 你要先確認一下你的男女匡的建立有沒有出來 如果有聽眾到現在聽到這裡 你不知道什麼是男女匡 什麼是男對女匡架 你可以回去聽我們的把妹向導第一集 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第一集 我們在咖啡廳 阿翰那時候也在當兵的時候錄的那一集 男對女匡架 這很重要 好回去聽那集 我這邊簡單解釋一下就是 你要知道這個妹子跟你不是朋友匡 不是麻吉麻吉 不是跟你好兄弟好姐妹那種 而是他就知道這是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 一個男孩對一個女孩這種兩性 有信心引力的這種約會的感覺 而不是阿如果你跟他一開始框架設立就錯了 那就其實不只是害羞女孩啦 只是我覺得如果害羞女孩的話 因為他害羞女孩本來就不好判斷 所以你就更要注意這點 你的大前提一定要對 他們就例如說你怎麼跟他認識的嘛 假設你跟他在交友軟體上認識的 那你跟他往聊原本就很熱了 那你就可以基本上知道這就是一個男女礦 所以你看我那時候去台南也是往聊已經很熱了 然後出來 就算對方一開始是很害羞的 阿都不太講話 阿我也知道他本來在網路上就很熱 他只是害羞而已 這是一個很基準的判斷點 如果你的熱度感測還不夠強的話 那如果假設這個害羞的妹子 本來是你生活圈的 例如說你的社團的同學 或是你的同學 朋友的朋友之類的這種生活圈 那我覺得就是要看 他對你跟對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例如說他跟一群 他跟其他男生的互動 跟你的互動有沒有不一樣 假設他今天就是一個比較害羞的女生 他跟其他男生的互動連什麼對到眼 或是跟對方講兩句話都很少 可是跟你他可以跟你對上眼睛 然後講比較多的話 那這其實就算是熱了 熱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指標 而不是說我之前跟那個妹子A妹子很熱 逼妹子沒那麼熱 其實這不太能這樣逼 你最好是要根據這個妹子而去量身並做 你要用一個同一個樣本 然後去看不一樣的相對 像今天如果是一個大雷雷的妹子 這個美亞就是跟所有男生的麻吉麻吉那種 他就是跟每個男生就會勾肩搭背 打男生屁股之類的這種女生 那這種女生 然後他對你有好感 可能有些比較沒什麼兩性格的男生 被這種妹子的勾肩搭背一下啊 他鬧你一陷阱就去 這妹子是一喜和我 然後當然你就中 你就暈了 你就中這妹子的陷阱 所以要小心 你要搞清楚 OK 好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大前提已經建立好的情況下 你大概知道的情況下 那你出去嘛 那當然我還是一樣再度強調一下你的熱度感測 很重要 還有微調很重要 然後這個我們都路過很多集了 就再回去聽 我自己就不贅述 那我就跟這種害羞的妹子約會 你重點你一定要主導 這主導無論是你的話題上 你看嘛 一開始這個妹子話很少嘛 所以話就要多一點 善用那個QXQ的技巧嘛 先問他一個問題啊 然後可能就害羞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就分享自己的回答啊 巴拉巴拉 然後再去再問他一次說 那你呢 像這樣子 阿漢之前這個約會肯定是做得很好啊 相信一定是非常的正確 那不只是話題啊 像約會地點 我覺得就是你也是要盡量主導啊 該去哪裡 就先想好 但是不要計畫得很死 就沒去到 你不要塞爆說什麼 塞五個 然後這邊玩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玩 這邊 不要塞著這麼爆 大概想一下 大概的路線就好 對 就不要 就是 不要很極端 你不要完全都沒有想 或者是你想得非常詳盡的規劃 然後結果哪裡沒去到 你就在那邊自己在那邊 在那邊 對 對 沒必要 那我覺得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 是你的情緒上的主導 像我們說的嘛 這種害羞的妹子容易尷尬或什麼 那你就得不尷尬 你就得自在 你要知道 今天整個約會 是在你的框架之下 是你在主導的 你是自己的主人 你是你人生的主人 你邀請她來做客 所以你要讓她進你的框架 你要 很自在就對了啦 她尷尬沒關係 你讓她尷尬 你去幫她排除這個尷尬 幫她解除這個尷尬 就像阿翰剛剛說的嘛 這個妹子之前 這個心情不好 退追很多人什麼的 阿翰就是稍微聊到 還給她台階下 那這就是 整個就是很man啊 整個都出來了 那我覺得這就是主導的藝術啦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一集在講主導的藝術 有有有有有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剛剛阿翰有講到 就是不要照鏡 因為這種妹子都已經比較害羞了 你還假設你剛見面 都已經比較害羞了 你還要陰藥 對你剛見面你就給人家拍屁股 拍屁股可能都 不要說拍屁股啊 你可能摸摸她的手 或是什麼 輕拍一下她 她都可能會嚇到 她都會嚇到吧 對 她都已經這麼害羞了 就是你就盡量要 真的不要照鏡 慢慢來慢慢來 反正用眼神電她嘛 對啊 眼神就是一個 眼神就是一個可以電到對方 但是你有沒有觸碰到對方 對啊 大家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大 很大的一個點 就是在說 你跟害羞的女生講話 有時候 你可能 欸問她一些問題 然後可能是一些比較就是 怎麼講 像剛剛那一種啊 我欸 你知道你之前為什麼把我退掉了 也是很輕 也是那種就是 很輕鬆的態度去問她 就問一下這樣而已 不是那種 欸 質問她說 那你為什麼之前把我退掉了 然後你現在又跟我出來 我就覺得 看你不要這樣 你是要逼死誰 在那邊 不是要出來省問 跟她的欸 真的不用 所以我就用一個很輕鬆的態度 而且 那時候我們也大概 頻率有對上了 我就說 你那時候 為什麼會退掉啊 然後她就 這個 然後我就馬上 我就想說 欸她 這樣想太久 那個頭腦會太死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之前 心情不太好 然後她就說 對 馬上給她台階 對對對 她說 對 我之前心情不太好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 也要準備考試 然後就很複雜 所以我就 我就 然後發現她又講不出來 我說 啊 你就把 很多人都退掉嘛 我說沒事啦 沒事啦 因為我自己也有這種事後啦 這樣 哇 她就完全 不愧是阿翰 對 她就不會 覺得說 被那個氣氛逼得太死 她還在等我的答案 她還在等我的答案 我要什麼答案給她 我今天那個答案 整天都不重要了 幹 這妹子跟你這樣聊完都濕了 受不了 濕了 對啦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在這 她大概就這樣 嗯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如何攻略害羞女孩的 霸媒向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別忘了到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好評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看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身邊所有的朋友 還有最重要的 歡迎透過First Story 抖內給我們 給我們熬夜錄音 那大家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